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有点小 而张天爱和宋祖儿两个人就和毛不易这边安静的画风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两个美丽的小姐姐真的是高高挥舞着荧光棒 还跟着一起大声唱歌 认妥妥的追星少女 而且据目击者称 张天爱和宋祖儿两个人在演唱会过程中叫得超大声 甚至把荧光棒都摇弯了 还有张天爱的演唱会现场对着李健大喊取我取我 然后被旁边人提醒李健老婆也在现场 张天爱描总也是很搞笑 不过宋祖儿你在旁边笑得未免也太开心了吧 哈哈张天爱你作为一个女母亲追 星的时候能低调一点吗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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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看张天爱看演唱会的这个过程 这不就是追星的我本人吗 为爱豆呐喊造势 还有加热度看见爱豆就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呐喊 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爱她确认我眼神是追星的少女没错 当然 这已经不是张天爱第一次这么公开的追星了 之前 张天爱在微博上就给自己的爱豆示爱过 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自己是张亮眼的粉丝张亮眼 发心歌还要推一下 不仅自己听 还要让自己的同事一起听 早上听出门听 路上也要听 因为好听所以要时时刻刻听 当然只听歌是满足不了这个狂热的追星图的 张亮眼去哪儿 她跟着去哪儿看演唱会甩飞荧光棒什么的 对张天爱来说都是正常的操作 生怕偶像看不到自己还要把荧光棒取得高高的 这样的张天爱 真是可爱 而且不仅在国内偶像在国外演出 自己也要跟着去 果然是真爱粉了 有的时候 从眼神里就能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喜欢另一个人 张天爱看张亮眼时 眼睛里都快掉泥了真的甜 粉丝都这么尽心尽力了 偶像肯定也是能看到的 被偶像看张伟粉头不说 还和偶像亲密接触而自拍两个都好看的小姐姐 站在一起的画面真是太美了 张天爱简直是追星楷模 不仅在偶像心里有了姓名还和自己偶像有了CP名真爱 我们把他们当偶像明星们自己也是有自己偶像的 明星们自己追星来疯狂从舵 故被普通人差别如近期一位被偶像翻拍成热搜的罗志祥 看他发了微博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能感觉到他对木村踏灾的爱 因为被偶像翻拍所以鼓励追星的大家 也要一起加油也是很暖的 张天爱和罗志祥追星都这么努力了 我们也要努力了 努力当一个优秀的追星族 也努力让自己在偶像心里留下好的姓名吧 你们有什么追星故事分享吗 本文为1.号作者 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